2008年是力言难忘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感动 2008年5月 汶川大地震震撼了全世界 也感动了全世界 电影人在地震发生之后 立即行动起来 通过我们CCTV6电影频道的平台 呼吁全国的观众各尽所能支援灾区 而且还在北展剧场 举办了一场名为 万众一星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大型募捐活动 之后很多的电影人 就纷纷地赶赴灾区 赶到一线 我也和我们的电影人 一起走到了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 说真的 只有当你自己 亲自站在那里 你才能够体会到 一种心灵的震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五月的声音》 它的主题曲呢 是由来自全国各地 数百位网友们 他们自发的 完全是公益性的 通过网络的形式 自己合唱而成的 那今天呢 我们为了筹备这台音乐会 就特意邀请到了 著名歌星费翔 来为我们重新演绎这首 《拉住我的手》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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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烛光 心随着它前往 愿它的点点光芒 陪伴你梦到天亮 请拉住我的手 风雨中一起走 心不灭爱长久 我就在你左右 差异爱长久 叶了一支烛光 心随着她前往 愿她的点点光芒 陪伴你梦到天亮 请拉住我的手 风雨中一起走 心不灭爱长久 我就在你左右 请拉住我的手 风雨中一起走 爱长久 在你左右 心不灭爱长久 我就在你左右 心不灭爱长久 心不灭爱长久